不过,我话说在前面,荒谋天剑中荒谋气息乃是融合了万古魔兽,并不是尔等之力可以抗衡的,虽然这断剑之中也蕴含着童元之气,但是并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呢 没事,我们尽力就行了,叶辰倒是十分坦然,对于结果他并没有过分地放在心上 好,那我这边准备一下,我们即刻开始 虎约倒也没有太多的情绪,既然已经答应对方要恋话,他也不会扭扭捏捏的 叶辰,我此行遇到了两个人 神徒宛儿想了想,还是忍不住跟叶辰说道 两个人 叶辰疑惑,神徒宛儿平白无故地提到两个人 神徒宛儿没有细说,只是略微地提及星云之事 叶辰暗自震惊,不过让叶辰更为惊骇的是那男女二人的实力 神徒宛儿这一次突破规则限制,才将两人击溃 而那女子背后的双面尊者,似乎就是那势力的源头 血神前辈,您对于双面尊者是否还有印象啊? 血神摇摇头,她的记忆依旧模糊 就像是被笼罩在深渊之中 隔绝了她的意识,让她无法窥探往昔 叶辰,我隐约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击杀那二人的时候,曾感受到另有一方势力在隐隐地窥探 只不过那隐藏之身更为隐蔽,我无法追踪 如果我没猜错,大约这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 血神突然沉吟道 虽然她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能够引起这么多巨头势力的关注 除了她也再无旁人 嗯,叶辰只能苦笑点头 血神既然已经同她一起 就算是直接跟红天经作对 也无所畏惧,一战便是 血神前辈不用担心 既来之则安之嘛 不管怎样,还是做好准备 不止守护大阵,再开始炼化 深渡婉儿提醒道 并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叶辰点头,她知道 深渡婉儿还是准备留下来 为她护持一二 她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本质应该算是仇人 难道就为了那次自己的出手相救吗 深渡婉儿看了一眼夜沉 有些不好意思地转头 一副我只是路过的样子 臭小子 那断剑并不是普通神兵 我还知道另一半在哪里 我可以带你寻找到 就在这时,荒老的声音从轮回墓地中传来 隐忍地怒火 哦,您还能找到另一半断剑 叶辰一副怀疑的态度 现在对于荒老的话 她是一句也不想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断剑之威比起八大天剑也不慌多让 你留着断剑 对你来说将有无尽的注意 我已经有一柄剑了 熔练在一起更适合我 臭小子 你知道这双面尊者吗 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背后的势力有多么可怕 只要你不破坏断剑 那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问题 荒老愤怒且失态的声音突然传来 不用了 这不过是命中注定的结束 叶辰风签云淡地说道 有些蛮不在意的 叶辰 你不要不识好歹 荒老声音怒火中烧 愤猛之声满满 你多次诓骗于我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荒老短暂地停顿 而后低沉且冰冷的声音响起 如果你强行炼制 那地底结界将不能被打破 那是纯粹的屏障 只能用我的断剑来破解 是吗 这断剑也并不纯粹 其中的魔煞之力 并不比荒魔天剑少多少 荒老威逼利诱之下 野辰闻思未动 野辰 你会后悔的 荒老怒吼道 荒老 这一次 我不过是小城大戒 你既然寄居在我轮回目的之中 就一定要遵从我的规矩 夜神平平淡淡的语气 丝毫没有将荒老放在眼里 古曰转瞬之间 已经将炼造炉布置妥当 对于炼神一族 炼造炉就是一件神器 是每一个炼神族人在成年时 必须用心打造的本命神器 我刚刚仔细检查过断剑了 它上面的魔煞之气十分浓厚 但是你的荒魔天剑还处于右剑 想要炼化 需要净化断剑 净化 夜神微微皱眉 这断剑的凶煞之力过于残暴 一念之间就能够让 风天伤受伤 古曰所言非虚 是的 净化 如果不进行这一步的话 最大可能会失败 我有避落黄泉图 黄泉圣水 是否可以洗涤那断剑之上的 魔煞之气呢 你有黄泉圣水 古曰的眼睛亮了 夜神拥有的 比他一开始 想要让夜神寻找的 要更为适合 嗯 需要多少 如何净化 夜神身后 一幅避落黄泉图 已经浮现出来 灰红的黄泉卷轴 散发着强大的圣洁之威 这避落黄泉图 是这片天地之间最可怕 最厉害的法宝之一 可洗涤诸天万界 所有圣灵的记忆 一切因果罪孽 也能全部洗刷干净 让人变成一张白纸 转世投胎之后 就不会记起前世的事情 这滚滚无尽的黄泉圣水 想要清洗断剑 简直是易如反掌 好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吧 古曰道 夜神点点头 看一下血神 血神前辈 就麻烦您布置守护屏障 助我炼化两柄立刃 好 血神点点头 他自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自然有些不好意思 若是能够帮上夜尘 自然是甘之如頤 神头宛儿也没有再说话 只是站到了古曰的身旁 血明真光照 血神双掌之中 迸发出无比浓厚的血红神光 那神光中似有鬼煞哭喊 群魔乱舞之相尽显 如同是画卷一样 逐渐增强 无比恐怖的血腥味道 浓郁而诡秘 那丝丝丢丢的血神本源之气 萦绕其上 曾专属于太上的危险气息 如今在这光照之上 也显露了出来 画卷骤然增长 变成一幅巨大的灰红画卷 横跟在虚空之上 将众人团团包裹其中 原本与虚空的勾连气息 此时竟然如同被屏蔽了一样 完全隔绝 古曰一脸凯探 他没有想到 这天人玉的蝼蚁 竟然还有如此的手段 难怪就连生徒小姐这样的存在 都在用心帮助他们 好了 我已经将我们的气息完全隔绝 这血神明光照 足以守护强者的隐身一击 叶琛点点头 那我就开始净化断剑 古曰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玄铁盘 那玄铁盘材质与生徒板儿的玄铁伞 竟然有异曲同工之玄妙 你将断剑放在其上 先用七捧黄泉圣水 细心滴灌在这断剑之上 黄泉圣水在接触到断剑的一瞬间 犹如碰到极为滚烫的炙铁一般 化为一丝水气 竟然可以将洗涤天下着雾的圣水 直接蒸发 这断剑残灵 却有几分实力啊 叶琛沉吟道 目光冷静地看着断剑 叶琛 断剑剑灵极其恐怖 如果熔炼了它 你一定会后悔的 荒老的声音再次在轮回墓地之中传来 你听我一言 这断剑你留下来 未来一定会为你助力的 叶琛表情依旧淡漠 这么厉害的神兵 如果能够加持荒摩天剑 岂不是更好 你 明顽不灵 你这无知小儿 宝田天物啊 荒老咆哮至极 猙獰地嘶吼着 叶琛冷哼一声不再理会的 他这一次一定会让荒老彻彻底底地记住 谁才是他们二者之间的主人 谷约皱着眉头看向断剑 他没有想到 这断剑残灵 对于这黄泉圣水也有如此威能 既然七捧不够 那就直接将黄泉圣水 完全浸润在其剑身之上 谷约说完 那玄铁盘的边沿 竟是开始升高 形成了一个碗状的结构 将断剑包裹在其中 既然你拥有黄泉圖 那就将黄泉圣水注入其中 不要吝啬 谷约叮嘱道 寻常之人如果有一小瓶黄泉圣水 就已经是感恩戴德 如今叶琛虽然有整幅地 避落黄泉圖 但他也忍不住提醒他 不要小人胸怀 叶琛自然不会吝啬 区区黄泉圣水 只要能够成功炼化断剑 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 注意无双 无尽黄泉圣水 从黄泉圖中倾泻而出 继续 辉红黄泉时 辉红黄泉圆气流入 玄铁盘之中 无数的细密气泡 从断剑之上悬浮而出 发出刺耳的声音 断剑在蚕食黄泉圣水 这样不行 神徒婉儿看出那充满 净化之能的黄泉圣水 正变得极为浑浊 无数的磨煞之气 萦绕在席之上 叶琛 你做循环姿态 让更多的黄泉圣水 循环进去 我就不信 这残灵 还有源源不绝的灵力依托 古约露出了 炼神异族的狂暴 周身赤红 双手按在那玄铁盘之上 给我净化 叶琛的黄泉形态 如同河流一般 从那断剑之上冲刷而下 断剑之中的法则之意 原本呈现的丝丝缕缕之态 此时竟然沾合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方 类似地底屏障的光照 以利破利 叶琛屏住呼吸 那无数的黄泉圣水 如同水溅一般 沉重如炖气 在那光照之上 留下轰轰的痕迹 很快光照破开 黄泉圣水源源不断地 冲刷着剑身 有黑的黑雾 在圣水的洗涤之下 变得平淡 隐约可以看清楚 上面复杂的神闻 众人安静地 注视着断剑的变化 时刻警惕 可能出现的状况